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种全球 全国的竞赛中能够脱颖而出 郭主任你好 小林你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的 主任 您一直鼓励孩子们要参加 不管是全国或者全球的这种科学或者是数学的竞赛 那么在参加这种竞赛的这种情况之中 孩子要怎么样才能够脱颖而出呢 对 现在这个趋势就等于是你要进大学的话 它不单是看你的GPA高中的选课 它直接要把你放在舞台上去考验一下 就得去参加各种的比赛 做各种的研究 甚至上台去报告 所以在我们ACI在帮学生 在说能够申请大学成功地被大学接受 你要经过的历练 是让你这个提早成熟大概两到三年 意思就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呢 你要具备大学二年级 甚至到大学三年级的这个研究的实力 或研究的这个成果出来 才有机会真的进到好的大学 我们刚刚这个小林里提到 这是Reginero's Science and Talent的Search 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大的一个比赛 它一个讲的少年诺贝尔奖的这种一个科学竞赛 那这个是蛮重要的 它这个比赛的人 今年人比去年又多了两百多人来 它大概2160多人参加 来自于全世界 大概700多个高中 大概有10个国家加上美国 美国有46的州都有派学生去参加 那在这两千将近2200个人里面呢 重点来了 2200多人里面只有300个人都入围 那听起来来讲都会去淘汰掉了 大概1800多快到1900个人淘汰掉 其实是蛮可怕的 但是这300个入围里面 居然三分之一 有一百个都是华人 这个比例啊 这个太太惊人了 你知道华人的人口在美国 这4%或5%不到 就这一点点 但是呢 你看这个科学竞赛里面 我们包办了三分之一 这情形有点像什么 像犹太人包办诺贝尔奖一样的 这个诺贝尔奖 就是它人口在全世界 百分之一点点的这个比例 但是诺贝尔奖的话 它有40% 然后30% 40%可能都是被 Juish被犹太人包办了 那从这里显示出一个 在升学上面的一个信号是什么 那就是你的孩子 如果不具备这些在科学方面 或在STEM方面的这个优势的话 你真的进好大学读这些任何科系 你的竞争力可能会输给这些 具备这些条件的孩子了 那刚才其实主任提到了一个非常 有些父母可能不太理解的 一个字叫STEM 可不要帮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STEM 对STEM现在这个家长 可能你知道 S是Science T是Technology 就科技 然后这个E是Engineering工程 这个M是Math 数学 意思就是说读这个科技工程 数学 还有这个理工科的这些孩子 都是STEM的Field 但是你想说读这种工程 数理化的话 其实在现在的需求量 市场上需求量是很大 那当然这里面 这些基础结合起来 那接下来就是发展人工智慧 人工技能 就是说这种机器人 那的确我们的世界 现在在打仗你可以看到这俄乌战争 打仗不一定都是一定要有人伤亡 因为他们有时候打出去的 派出去都是无人机 都是Drom 无人机 或者说都是一些飞弹 都要经过很多的数学 很多的计算 很多的高科技的产品 当然我们非常反对战争 但是有时候你只知道说 一个国家的强弱 绝对跟它的科技发展有关 而在美国这国家之所以能够互相 很大的一个因素是 二战结束的时候欧洲被打得 这个一塌糊涂的时候 这些优秀的科学家 科技人才都基本上都到美国来了 包括最有名的爱因斯坦 他在普洋斯顿大学做研究 那像这样子的话 就是国力强大跟他发展科技 有绝对的关系 所以这些亚裔的学生呢 也许在social life 在生活方面来讲 不受到美国的这个主流 或者说他们的这些机构的这么重视 但是一讲到STEM的这个 engineering science technology 或computer science这些时候 我们华裔绝对是这个 质地空腔有深的 我们发表的论文 我们的研究 所以在我过去37年来 这个申请大学的 这个辅导经验里面来看的话 的确这些学生 如果你在从初中开始 就有计划的让他在学习 叫超前学习 就等于是说拿很多AP的课程 拿很多大学程度的课程 那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帮学生 安排这种research研究或下校的时候 能够让他说具备参加这种 全美国的或国际性大型的比赛 具备这个条件跟实力 然后呢这种参赛的时候 你能够去影响 入围是300个人 真正得奖是多少 只有40个人 那是很可怕的 这2200个人 只有40个人去得奖 当然最后拿到冠军是25万美金 这绝对比大部分家长一年赚得多 25万这个拿了冠军回来 所以你很多这些优势是在哪里 升学的优势这样子解释 你在美国本地进大学的优势 的确比海外要来得更多一点 因为这个299个 应该是这样 300个学生里面 299个的话 都大概是在 讲美国跟其他的国家 中国大陆这么多高中来参赛 入围的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 我觉得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政治因素 或其他想法介入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高中生的 这个研究科技方面 人才应该很多 可是不知道是因为 本地的这个 本地主义的保护主义的 这种作祟 所以他们只让了 中国大陆学生 有一个人去入围 但是相对来讲 在美国或其他 跟美国临近这些参赛的国家 倒是他把其他的名额都包办了 那么刚才主任有提到过 就是ACI在辅导孩子的时候 强调的是一个超前学习 还包括了研究 那这个可不可以再帮我们 能够更仔细地介绍一下 这个超前学期 是不是就可以让孩子 真正地从像是这种国际性 或者是全国性比赛 能够脱颖而出呢 对 超前学期其实就把这孩子 因为很多时候 你想看我们这个亚裔的学生 尤其中国学生的 哪一个小孩子是到了小学三年级 在开始被九九惩罚表 你找不给我看 你找不到基本上 所有的小孩子 在很早的时候 就开始被九九惩罚 很早就把家庭学习 全部都学完了 而这个东西在欧洲国家 或在美国来讲 可能就是偷跑 或者是超前学习 可是对我们亚裔来讲 那很正常啊 因为你知道美国的教育 是用majority 就绝大多数的学生的程度 来抓一个中间值 那unfortunately 就是你同学都不见得 跟你一样聪明 就只有很多不太聪明的学生 在你孩子的班上 那他们学习比较slow 比较慢 所以这个老师教学的 这个品质速度标准 就跟着这个群体降低 那这个时候孩子 就被稀释被dilute 就是你的优点发挥不出来 你就跟着大家等到 等到他们都学会了 你才能往前学 所以我们强调超前学习 就是说根据孩子 学习的能力意愿 你能够在除了学校课堂之外 在课后的这个辅导补习 请家教或者爸妈亲自教 让他能够在科技方面 让他在科学 在数学方面 英文方面 能够往上走得更快 所以说今天进大学的时候 很多孩子在进大学之前 包括我们的学生 他可以写诗 他可以出书 他可以写论文 他要做研究 他这个研究报告 是跟大学生 或跟硕士生一起做的 我们让他去参加很多 有高品质的一些 research研究 再带他们去参加一些比赛 这些比赛是受大学认可的 只有这样子有创新力 有写作能力 也能够写论文 有表达力 跟这个社区之间 产生很多的互动 领导力 创新能力 这些就是科技人才需要的 那我们再强调一下 这个整个科技的最热门的方向在哪里 很多家长可能不知道 这么多科学 我跟你环境工程 这个environmental science 环境科学 环境工程 永远都是一个主题 健康跟医学式的 健康科学 跟这个环境 这个科学的这个主题 那另外的话 我们还讲是说 更重要的很多 就是关于像分子生物 讲到遗传 讲到基因 讲到人的健康长寿 还有讲到这个青少年的忧虑自杀 这个内卷 这些社会问题 都是现在说热门的这个话题 所以我觉得说 你的孩子如果不了解这些 你尽量带孩子来 跟ECL南加州学院的council 坐下来谈一谈 如果你对科学 对这个研究 社会学心理学 有兴趣研究 想发展出一套说 有一个高度有深度 这个研究的报告论文 出来作为申请大学的 一个参考指标 或者一个加分的项目 那你就跟ECL南加州 学院的council约个时间 我们一个免费的咨询 给你30分钟 那你来探讨一下说 你进大学之前 如果你对科技方面 有兴趣的话 你走哪个方向比较合适 能够做出好的结果 是的 这个我们已经谈到了 非常仔细 有关于这个超前学习 那么除了超前学习之外 其实包括了这个孩子的 这个领导能力 还有社区的参与能力 那ACI在这几个方面 又是怎么样的来辅导孩子呢 对 其实孩子的所谓的领导力 社区服务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这个创新能力 其实都需要经过一个群体的锐链 谋合 融合 才能够产生出这些能力来 领导力 如果你是一个人放到荒野 给你住个蒙古包 旁边都没有人 你没有任何领导力 可以去发挥的 所以说管理的能力 跟领导力 还有就是说 帮助别人成功的 这些能力 都需要透过 人际关系的互动出来 所以在ACI南加州学 我们强调的就是说 你的内涵 跟你的外在 两者都必须加强 所以在我们的 很多的升学讲座里面 在很多我们的视频 我们的访谈节目里面 我们常会强调 你的孩子 其实具备很多的优质 但是这些优点优质 因为家长不了解 怎么去开发 去找到这些点 让他这个有一个出口 让这些优势释放出来 常常就是莫名其妙 就把孩子就养大了 等到真的后来才发觉 孩子有优点的时候 你错过了 prime time 那个黄金时期 黄金的这个时期 黄金时间都错过了 所以我认为 很多东西都是由专家 来带着你的孩子 更能够欣赏到你的孩子 就是超前学习的意思 就是说你的孩子 如果说可以在 进大学之前 完成很多大学生 二年级或三年级 才能够做到项目 其实你被大学录取机会 就起高了相当多 其实这就是升学的奥秘 的确 这个成功呢 是掌握在有准备的人的 这个手中 那么在这个让您的孩子 如何的脱颖而出的几个 绝杀秘诀之中 您掌握了几个呢 如果您对于您的孩子的 未来规划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随时和拥有37年经验的 ACI南加州学院来联系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的精品讲解 也谢谢您的观赏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